电视剧平凡的荣耀正在热播 剧中赵又廷饰演的吴克之有能力却无法施展 不但他没有升到宁有的位置 就连身边的林经理也是一样款采不欲 而孙一秋这个新人的处境更不用说了 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曲总恩将仇报刻意打压无克之 金城公司很多部门都是曲总的人 特别是他的新妇马总 个人能力不怎么样 整天就知道欺负蓝千亿 气得孙一秋高思松好帅肚子疼 他们爸爸的马总赶紧离开金城公司 可以说现在的金城快成了曲总的私人公司 创始人知道曲总的所作所为 大于面子他让儿子克里斯出手 年纪轻轻的克里斯手段老辣 一出场就公开表扬 吴克之的四组很有能力 特别夸奖孙一秋是个有潜力的新人 实际上孙一秋能够空降到金城 是由曲总和创始人才可以办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不是曲总把孙一秋装来的 因为孙一秋没有投资经验 也不是大学毕业 能够进来依然是出于人情考虑 这样的话就该把孙一秋安排到别的部门 而不是和曲总作对的总和四组 所以说孙一秋应该和创始人有关系 他们打招呼让孙一秋进来 曲总一键双雕 让什么都不懂的孙一秋去四组 一方面可以拖垮吴克之 另一方面可以让孙一秋自己走人 愿吴克之是有名的暴提气 没想到曲总打错了算盘 孙一秋竟然是个潜力股 而李深思来金城就是克里斯在给曲总挖坑 谁都知道李深思是克里斯找来的人 和李深思交好就是向克里斯靠拢 在公司团阱的时候 和大的孙一秋一起风发 直接完整曲总 还说曲总使诈的时候 都会有小动作 所以吴克之师徒算是彻底得罪了曲总 所以秋面临短进攻 到既要走人的情况 而蓝千亿三个人已经是长进攻了 但是蓝千亿还是会受到马总的不公平对待 其实蓝千亿做得再好 马总始终觉得蓝千亿是个有数经 只能说马总都像秋夫的蚂蚱 他已经困难不了几天了 一旦曲总被克里斯赶走 那是个马总也绝对待不下去 而孙一秋忙先忙后找项目 他以为完整个项目就能留下来 吴克之也是心情焦虑 他不希望孙一秋离开金城公司 实际上这都是曲总一句话的事 克里斯得知孙一秋的处心很艰难 还知道了曲总违规操作的情况 他觉得是时候拿下曲中盔了 只不过曲总这个人很狡猾 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 他示意吴克之想办法找到违规证据 之后吴克之孙一秋给曲总布局 让曲总掉进了他们设计的陷阱里 吴克之拿到了曲总违规的证据 克里斯设立成章 开除曲总马总 竞争公司恢复到充满活力的职场 而吴克之把投资知识传说给了孙一秋 他拒绝了克里斯对他的绳职邀请 最后还是孙一秋升任副总 可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孙一秋的确是个有潜力的投资者 他在吴克之的带领下学到了很多东西 更何况孙一秋作为男主角又帮克里斯夺回了公司大权 充滞加薪那是必须的 大家觉得孙一秋将来会坐到曲总的位置吗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